实验教育三法完成立法过后 许多小学加入实验教育发展 对原住民族学校来说是一个新奇迹 因为校方可以将原住民族文化教材 融入课程当中 不只有族语课 民族传统知识体系 都可以当作是课程进行授课 台湾长期以来都一直都是独一的 它都是用一统的方式 所以对原住民来说 它是学习的弱势 如果今天我们反过来说 我们是用自己原住民的文化的素材 去教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会从原住民的弱势 变成一个强势的学习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方向是这样 实验教育学校分为公办公营 公办民营 目前通过实验教育计划的 地摩国小 达官国小 都是属于公办公营 经被益助与主管机关是教育部 但教育部实验教育理念 还是偏重在改进基本学历为主轴 恐怕跟民族教育理念有一些落差 学生表示校方要有明确的民族教育方向 才不会影响办学成效 实验的那个目的跟原住民的各界 想象的不太一样 他比较强调那个基本学历的改进那个部分 那如果你又限说在国英术等 基本学科的改革的时候 你的民族教育要怎么样发挥 如果比较有理念的原住民族校长 他们都是希望说 那我们就是可能上午是上主流的 国英术的课程 到了下午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利用这个整个的 那个课程的时间去发展比较民族教育的内容 另外要推动民族教育不仅需要经费后盾 也需要师资人力 尤其部落学校教师人数普遍不足 学者提到可以以屏东县理念教师模式 由屏东县政府透过那个老师原额的调配 他们让这个申请理念学校的老师的那个学校 多两个理念教师 所以这个钱是由县政府申请去桥出来的 他运用那个超额老师的这部分的经费去support 那对那种地土偏乡 还有长久在经济弱势的原住民地区 要推实验教育就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教育创新如何强化原住民族教育 教育相关单位都应该相互沟通讨论 来达到双赢 保障孩子们的原住民族教育权益 接着我们在Lulu整理报道